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左近天津美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河来盼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帕路 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帕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宝的粉丝 在苹果应用商场 及360手机助手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在爱情保卫站节目中 得到途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 既有机会获得15大奖 今天是正月15 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节目组的全体同仁 祝大家在养年身体健康 那我们这个情感节目 我们当然是祝大家合家美满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 马丁 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 岳红 岳老师 华一嘉信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今天的第一队嘉宾 他们遭遇了怎样的困难 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一开始的时候 他对我挺好的 后来我们就慢慢地开始交往了 可是到毕业的时候 他却一直不找工作 每天有手好闲的 我逼着他去实习过 可是总是干两三天就回来了 我现在就希望 他能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否则我真的看不见 跟大家的未来了 女生觉得自己的男朋友 有啃老之嫌疑 这个会成为一种爱情阻力吗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阿生 24岁来自河北 无业 女嘉宾小雅 22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两位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大学同学是吧 嗯 毕业多久了 半年多了 现在没有工作是吧 是没有 但是一直在找 没有放弃过 哦 一直在找 没放弃过 那还挺好的 干嘛说人不上进呢 他是一直在找 但是就是真的是一直在找 有的时候 呃 干个两三天就不干了 大大小小换了十多份工作了 昨天我倒霉你知道不 昨天我碰见领导不合适 领导那个不识 不识人才 他总是这么说 总是说 要不就领导不合适 要不就员工不合适 总之就没有他自己的原因 你像我能力这么强的 你说不是领导员 是我的原因啊 我就不知道 你哪来那么多自信 你知道吗 你以前你自信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 我还还挺高兴 我还挺骄傲的 可是现在他这种自信 让我厌恶 我妈从小就说我聪明 人家像上大学老师 哪个不是说气中我 那个同学尊重我 你说在学校干啥 不如比别人强啊 哎 哎 你这个都找了几份工作啊 半年 找了挺多的 挺多是几份 总得有数吧 数不清了 记不清了 好嘛 一个工作能力强的人 数不清楚 自己找了几份工作啊 呃 哪些是老板辞的你 哪些是你辞的老板 你各国举一件事好不好 大多都是我不干的 哦 都是你不干的 你为什么不干呢 就我们大四实习的时候 他在一个公司 找了一个文员的工作 按说风不吹日不晒 又有人跟他一块工作 又不无聊 挺好的工作 待遇也挺好的 可是呢 人老板让他复印一份文件 上面有一个钉书钉 他没看见 然后他就把这个文件 放到打印机里边了 结果把机子给卡坏了 当时我觉得挺委屈的 我跟他说了之后 然后领导说了你几句 你就不干了 你说领导给我的时候 那个纸上就带着钉了 然后他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 我就弄去那个坏了 你说这首先 愿谁不愿谁先不说 你说这点鸡毛蒜皮 郑伯伟 你说 受气大辱 我跟你说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这没法干 我跟你说 说得好 你把老板给吵了 不干了 不干了 不错呀 你领导就说了他几句 他就跟领导吵起来了 然后就不干了 你说同事那么多人呢 以后我还能在办公室工作吗 以后抬了几头吗 面子搁得住吗 人家领导说你几句 而且本来是你的错 人家领导说你几句又怎么了 是我的错 他先不说 是吧 他不能为这事 当着门说我吧 好好好 你还干过什么呀 除了这个 那会已经毕业了 我们投了好多简历 然后就 手头有一份 就是推销啤酒的一个 算是兼职吧 然后就说在那干 他第一个月 挣的挺多 挣了七八千吧大概 特别多 这么挣钱 然后就不干了 你看啊 就是一帮哥们去那喝酒去了 以前都是一块吃一块喝 是吧 现在可倒好 他们在那吃吃喝喝 我在这伺候着 然后跟我开玩笑 说我什么啤酒小弟 你说你说我这 光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说没法 根本就这面子 太哥不过去了 知道不 那你还做过什么呀 毕业以后我还 就是想去过气修 想去做气修 但是也 去了吗 做了 当时他一说要学气修 您知道我心里 甭提多高兴了 我就觉得 总算可以 很正经地 干一份工作了 特别高兴 我就说你去吧 好好干 好好干 前面说得特别好 然后去了之后 连学再干 一个星期吧 又回来了 他们都老排挤我 什么脏活了一会儿 啥都让我干 你就一个星期下来 过来车壳炉 别人都像我谢 无数个了 你这手都磨着泡了 我妈都说了 别干这个了 你出生都是 代金的出生的 你说你干这个 你说大学升纲一毕业 能干什么活啊 不到底是干净粗活累活 他们什么技术活 也不交给我 就天天让我干 人家比你去得早 他们就是想一直 向使唤我 有什么前途 我们因为这事 总是吵架 我真的是 我撑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看不到未来 您知道吗 我就特别想要 一份安稳的生活 可是他给不了我 我特别崩溃 我们在一块 四年多了 我心里边 然后一开始就谈 对 后来就我爸一个朋友 在建筑公司 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 其实那个工作挺好 就是一开始累一点 转正之后 待遇挺高的 他去了之后 前两天倒是挺认真的 踏踏实实干 干了两天就说 哎呀我头疼 又肚子疼 你说头疼 肚子疼 这是我想的吗 是吧 后来在宿舍玩游戏呢 那他 反正也不干活 你病了 你在那坐那玩游戏 咋了 然后后来人家问他 人家说什么呢 没事我路子硬 但是也是说错话了 我走不了 我不下工地也没事 也不是说就是那什么的 你说这话能往外说吗 但是你爸也不是说 肯定是能干吗 再说他们都以后 没准是我的下属 没必要跟他们 第三下子说点啥 后来这是传到我爸耳朵里 我爸就说 这是什么人啊 我爸妈都开始不同意了 而且你看那个地儿 那个工地儿 什么土啊 灰啊 特别多 你说我穿一身衣服 你出来都不像个人样 你知道不 人家能适应 你就适应不了 人家可以下工地 你就不能下 我觉得不适合我 你就是怕吃苦 我觉得大学生也不缺活 好好好 你觉得你能干什么呀 我就觉得360行 肯定有一个行适合自己 只是还没有等到那个时候 等等 我等到你什么时候 就是人谁没有个瓶颈期 这一年半年 这算个事吗 你在怎么生活呀 用谁的钱呀 现在爸妈的钱 哦 爸妈的 但是 但是肯定会 肯定会还 人生几十年呢 肯定会 就是找到合适的 你说毕业才半年 不是说毕业多长时间了 好多都是那种 就是找了以后 觉得不合适就换了 是吧 也不是说 就是光咱们这样 是吧 不是也没有来回来回回老换的呀 从早到晚 说打电话吃饭 天天说这啥字 没别的事 你以为我愿意说呢 姑娘你就别说了 说什么呀 男人嘛 是吧 碰到一点困难 你就在那叽叽歪歪的 是吧 我说的对吧 对 我就希望他认识到他这一点 您知道吗 我就希望 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过得挺幸福的 其实我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这样想 我觉得你看 咱们不是说 就是毕业好几年了 就是真的是吃不上饭了 天下去楼底上喝风 你妈要不给你钱 你还真喝风 但是我妈给我钱呀 所以你妈多好啊 你在家里伺候 你妈伺候得怎么样 我妈妈自己把自己照顾挺好的 她们不用我那个管 我现在有一份工作特别适合你 你就伺候他们 他们给你钱 这也是份工作呀 360行嘛 对吧 叫家政服务员 这事你干得了吗 这个肯定不能干呀 我看你不就一直在这么干吗 只是你干的不合格吗 总是要找一份合适的 以后肯定会好好干 哪有工作 哪有工作去 适合你 全部都是人去适应工作吗 你说让谁受得了 受不了 主要是我也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这样想 你知道不 真的 你看别人有的也没有找工作 是吧 也不是光我 光我那个什么的 其实虽然我心里也着急 但是说 也不是说那种 就是 特别就是那什么的 事我是听明白了 人才 各位老师 今天你看四位老师 都对职场太了解了 听听他们的意见 好不好 好 好 来一起进入 邱比特文件 我大学毕业头一年 换了四份工作 都不太顺心 干 也属于半失业状态 也啃老了 就是天之交子 心高气傲嘛 怎么了 怎么就不行了 就我一个失业的 最后结果 我女朋友就是找别的男人去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 它是对的 你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人 平白无辜为你付出 为你等待 不管是社会 还是父母 更是女朋友 自己不努力 指望着别人包容你 最后一定成为一个废物 就这么简单 女孩也一样 你把幸福寄托在一个 对自己没有要求的男人身上 还不是相信你自己 找爱人的最重要的一点 不是说 你是不是爱他 他是不是爱你 而是这个人 是不是值得你爱 你是不是值得他爱 其实你们现在大学刚毕业 这个社会五彩斑斓 机会到处都是 就看你自己努力不努力了 男人还是要靠自己 你有梦想吧 有 有追求吧 有 那得努力呀 我一直都没有停止努力 然后你 你没有停止努力 你该几天努力了 你得追问 你得追问 月老师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说你梦想是什么呀 我的梦想是下一个马云 你的梦想太棒了 大家都给你鼓掌 但是万丈高楼要平地起 那个砖要一块一块的垒 光有这个梦想是不够的 你得努力地去实现 你天天啃你爸 你妈这个啃老 我非常让人看不起 你有一双手 你有健康的身体 得靠你自己 这姑娘 你这么年轻 大学毕业 你看着她什么了 我们大学这么长时间 她对我一直特别好 她怎么好的 花的钱都是她爸妈的 大学毕业都成人了 她还继续地花她爸妈 给你爸妈一点希望 这么不努力 这么不容易地 把你带来这么大 啥希望 你喝西北风 你说不怕 有你妈 她待会给你来一句 我妈乐意 她说了 刚才说了 我妈 你妈给你钱 但是你妈很辛苦 你要体谅你妈 父母都不容易的 这兄弟 现在绝对处于 人生低谷阶段 情场 职场 全部失忆 我们先来谈谈职场 我毕业那会儿 我学的专业 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我也立志 不去做本专业的事情 所以去找工作很难 但就在难的这个 这么状况下 当时有五份工作 要我了 其中一份 你知道是什么 某个五星级饭店的门童 我都去了 但是人家其实 还不是特别看上我 为什么 人家说别看你 一表人才 大本毕业 不会这么说吧 哪个老板都不会这么说 老板肯定说 瞧你这傻大个 做门童也不错 这还蛮帅 不会说你一表人才的 不是 你们那么着急 没听人家下半句是什么 以后直接说但是 但是 不行 钱都还得重新回顾 别看你一表人才 本科毕业 但是 但是我们还真不想要你们这样 为什么 站没站下 坐没坐下 人家喜欢要那个专门外事 职高毕业的人 一站跟你们站的就不一样 我当时很受打击 再给你讲一件事 是工作应该大概五六年了 有家公司 要我 我跟他谈了条件 然后我把这边辞了 那边没给我回复 其实我想起来 给我回复的时间 和我辞这边时间 就是两天的时间 你知道这两天 我有什么感觉 我度日如年 我心里就像有块石头一样 我曾经 我就那两天的夜里 非常清楚 我睡不了觉 我就想 如果那边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可能就失业 好在两天之后 人家的通知来了 我心里就叫踏实 两件事告诉你是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 没错 大家都说 大丈夫顶天立地 威武不能屈 但是还有一句话 大丈夫还能屈能伸 你一个刚毕业的 你凭什么要老板给你面子 让同事给你面子 还要家里人给你面子 还要家里人 你都毕业了 公领了十几年 你还现在还要啃老 你凭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去要面子 你还没有一份工作 还没有机会展现你所谓的 你有才 你有能力 你先有能力证明你的价值 然后用你的价值去证回你的面子 那是真正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尊严是你证出来的 不是你说出来的 好不好 脚踏实地 从最基本的做起 不要面子 你现在没有任何面子 谢谢 谢谢曲总 我就不跟你谈情场 我也不跟你谈职场 我就跟你谈谈怎么做人 你刚刚说的马云 马云之前做过销售的 卖电话黄叶 到处跑 走街串巷 这不跟你那卖啤酒差不多吗 他义务也去批发过的 对 我原来在浙江电视台 有一丝剪袋子 他们拿出一盘特别老的袋子 中间有一个片段 是采访那个应景盖 丢失之后路人的意见 就看见黑影插过 骑着一辆自行车 只一头长发 一小个子男人 从车上下来 非常慷慨激昂地说 这应景盖丢了怎么样 我们一看原来是马云 谁都有贫穷过的日子 别谈琴场职场 先谈谈做人 有一首诗诗形容这样的人的 说 一职无业 二劳啃光 三餐吃饱 四肢无力 五官端正 六卿不认 七分任性 八分无赖 九坐不动 十分无用 说的就是 你这种人 你刚才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 反反复复地说 这个没前途 那个没面子 你没本身 你的面子在哪呢 李嘉诚倒是说过一段话 特别有意思 他说 当你可以放下面子 去挣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可以用钱挣回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当你可以用你的面子去挣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是个人物了 如果你现在还在这天天唧唧歪歪得巴得要面子抱着面子死守不方的时候 说明你这一辈子也就这样 谁都干过没面子的事 男人要能忍啊 人家一说你啤酒小弟 你就忍不住了 人的能力是一条线 人的忍耐力是一条线 两条线中间是你的生存空间 你要是能忍所不能 忍人所不忍 你的空间就比别人大 你的工作范围也比别人大 你所收获的成功也比别人大 所以最后送你一句话 人生会苦一阵子 但不会苦一辈子 你要是逃避苦这一阵子 你一定会苦一辈子 好自为之吧 好吧 就这样 这是四肢太懒了 肾虚的表现 说两句就流汗了 这可不 灯光太热了 那怎么都没流汗 就你流汗了 还要面子 24岁是吧 24岁一大小伙子 受过高等教育 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还要大家从这个层面来 说你的话 我觉得应该反思反思 至于你 离开是个好选择 留下来 你说我就要帮一个人 我们也给你鼓掌 自己看吧 没别的了 咱们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希望就是能等一等 就是因为现在还是毕业时间太短 就是还没有真正正等到一份 就是自己能干或者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想就是肯定不会等太久 希望能相信我 其实我是特别舍不得这份感情 其实今天来这儿 我就是希望你有这份心 就是真的能说到做到 我是希望 你能真的认识到 然后为了我们的生活去奋斗 找一份安定的工作 安安稳稳的 从基层做起 我也不求大富大贵 我只求一份安稳的生活 我希望你能给我 还有一个帮助你们的机会 谁要啊 我要什么 没问题啊 来看一下 你有三个选择 A 求助现场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再次的求助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求助一下现场观众吧 求助现场观众 你求助他们什么呢 我这段感情是不是还应该继续 如果他让我等 我应不应该再一直等下去 请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 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觉得这个姑娘 还应该给这个小伙子机会吗 应该给选赞成 不应该给 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现场44.44%的观众朋友 觉得可以等 还有55.56%的观众 觉得不该等 不该等的 还占到了一个多数 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应该给一次机会吧 那个两个原因 第一个 还年轻 第二个 因为爱情 我还是持反对意见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责任心 他不仅对他自己不负责任 对他的父母不负责任 对他的女朋友也不负责任 所以我不赞成 看起来是一个表象的 因为男生不上进或者没工作 女生还要闹别扭 其实不是 你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一段困难 而是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 没有处理困难的能力 你再放弃 女生有操之过急的嫌疑 这个从另一个层面说了 感情还不够深 因为你现在所做的是抱怨 而不是帮助 所以为什么有些老师也说 要重新考虑这段感情呢 这就是原因和症结所在 两位拿起密码箱交换一下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年轻人 初入社会的一些小事 但是在这段小情感的背后 其实也折射出了一些 年轻人初入社会 面对职场的一些困惑和苦恼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我特好奇一件事 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谈恋爱吗 谈恋爱还有资格吗 谈恋爱当然有资格 你有爱人的能力吗 有啊 有啊 钱都挣不来你拿什么爱他 但是会挣上的 会会会 什么时候啊 先别吃父母的了吧 行吧 看看礼物吧 休闲旅游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将为我们成功牵手的嘉宾朋友 提供一份五百到三千不等的旅游基金 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 开始 停 好 来 有请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河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接下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孩子慢慢学习好吗 女生 越是这个时候 越应该去激励她 帮助她 而不是责怪她 男生 人生确实都有困境 但是学会在困境当中 调整自己 拼搏不是一句空话 祝你们幸福 请回吧 孩子 看着是特别的着急 希望男生通过今天的节目 有所起悟 能够从现在开始脚踏实地 不仅追求她的事业 同时也脚踏实地的爱好身边人 我们再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面临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年多了 刚开始我觉得她挺好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我百依百顺 不管我有什么要求 她都会满足我 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 之前也谈过恋爱 但最后都是因为这事分手了 我很喜欢她 我也很珍惜这段感情 所以说在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在这件事上上 我就是隐瞒 我觉得她这样做真的挺过分的 两个人在一起 不就是应该要坦诚相待吗 今天她为了这种事骗我 明天说不准为什么事 还会要再骗我呢 隐瞒家里的事是我不对 但是她现在却变了很多 可现在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 还和别的男人挺亲密 我想问问她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的改变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改变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在改变的背后又藏了一些什么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长27岁 来自吉林 是一名客服专员 女嘉宾小长24岁 同样来自吉林 是一名行政助理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谈了呀 谈了多久了 我想谈了一年多了 我是在广告工作公司做客服 有一次给客户打回访电话 打错了就打他那里去了 就这么聊了半天 才发现是打错了 我发现他挺与众不同的 就这样我俩加了微信 慢慢熟悉 我俩就开始交往了 电话情缘 对 感情怎么样 一开始挺好的 那时候我经常上班加班 挺晚回家的 他对我也挺好 我家做好饭等我 挺幸福 现在出了什么问题了 来这儿了 最近就是发现的明显变了 你说话总是讽刺我 哇呼啊 而且现在是看我哪都不顺眼 最重要的是我发现 你还和别的男人来往挺密切的 我都和哪个男人来往密切了 这可是电视台 你不能往我身上扣帽子 那我以后我出去怎么办呢 最近下班挺早的 我好几次要见你下班 你都是推产主持不让我去 然后有一天我先给你个惊喜吧 我上你楼下等你去了 你看你是怎么做的 有个人给你接走了 还给你送花 我后边追你吧 没追上 我给你打电话吧 你各种挂 后来呢 你还把手机关机了 你们干什么去了 那谁也那么重要啊 那就是我一同事 那天我们同事聚会 你同事还送花的是吗 他就顺道直接给我拉过去了吗 图示聚会还送花啊 那天他让我带过去的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那个 有半夜四点多啊 我快睡觉了 他接个电话 明天我听说打电话是男的 那疯疯活活的 打问一下就出去了 我问他 啥时候回来他没说 我说是谁啊 他不管说 就是朋友叫我出去玩啊 是 你听见打电话 那个人是个男的 那我就不是和他单独出去玩 我们是一群朋友出去玩 有男的也有女的 只不过就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而已 那假如说那天 要是换个女的给我打电话 那是不是就没有这事了 你就会给我矫情这事了吗 我不是说跟你矫情这事 关键是好女次了 而且你现在是看我都不顺眼 总是讽刺我 挖过我 讽刺你什么呀 那天我楼下送垃圾的时候 他也看不出眼 回来说我半天 那本来就是嘛 你在家穿的随意也就算了 你出门 上面穿一破袜子 底下穿一大裤衩 穿一拖鞋 你就塌了出去了 你让别人看见怎么办呢 我感觉那挺好 挺居家的 我就打扰卫生 我还穿多隆重是吗 你居家 你应该在家里对我居家 你在外头居家算什么事啊 让邻里邻居看见了 以为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啊 你现在不就是 瞅我不顺眼了吗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 因为我 我之前嘛 有的是瞒 他没跟他说 他听这事的 现在对我感觉就变了 什么事没对他说 我家是农村的嘛 家庭条件挺不好的 我家里盖的房子 也是父母攒了好几年 才盖起来的 上大学的钱吧 也是父母们 东坯基兽 借来的跟我上大学 之前我在大学里边 谈过两次恋爱 后来 我跟他们 直接都他们说 我家庭情况了 他们以后来都离开我 都跟我分手了 所以说我就是 太在乎你了 我就是命要跟你说这事 你知道吗 这很重要吗 隐瞒家里情况 这是个多大的事啊 而且你要是在乎我的话 你就应该 刚开始和我坦白 你刚开始说和现在说 根本就是两种性质 你一开始没跟他说 你们家是个 亿万富翁之家吧 刚开始他就和我说 他们家是普通工薪基层 然后就是什么也不愁 房子也有 这是骗人了 刚开始交往的 我就没太说实话 所以我知道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了 你说这么长时间了 你知道我对你啥样 自从交往的时候 我工作也挺拼命的 你说在公司加班加点吧 有时候除去 我还住兼职 你说这么长时间了 有啥事 我不都挺满足你的吗 你说那是你喜欢苹果头机 我二话不说 都给你买了吗 过亲人节的时候 你说喜欢大牌子香水 我也给你买了 就即假日前 我感觉礼物我都没少了 那我不是也给你买过东西吗 是你给我买过 不过现在你现在变啥样了 咱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了 每天回家 你就抱手机跟他聊天 发短信打电话 有时一打一两小时 那么打 跟谁啊 那是我一好朋友 那我又不是每天都打 一两个小时电话 那你说我好朋友给我打电话 偶尔打一次 那我们就多聊了 一会儿能怎么了 再来说我就感觉吧 不管是再亲密的两个人 那是不是都应该 双方留一点自己的空间呢 姑娘 我有个问题突然想问啊 嗯 就是同样他是欺骗啊 就是说他是他 他说他是工薪阶层 突然有天他告诉你说 我老爸其实是个亿万富翁 你还怪他吗 我觉得那也挺生气的 也生气啊 但是没现在这么气 那倒是 你看 你最近就是 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你发现了他对你冷嘲热讽 是吧 对对对 然后你除了看到 他跟同事出去玩 帮同事拿花 你还看到过什么吗 上次我们朋友 一起聚会的时候吧 他看着一个包 挺好的 反正也挺贵 我说吧 等我咱俩用工资 我说给你买了 当时他说啥 我可花不起你钱 你赶紧是把你钱 攒的优价去吧 那没过两个月 后发现他背上的包了 那就是朋友给我买的包啊 那又怎么了 他们家条件还算是可以 那个包对你来说 他怎么不给别人买啊 那个包对你来说 可能是负担挺重的 那对他来说 根本就是不算什么 而且我们两个玩的比较好 他就是作为一个礼物 送给我了 那你说 那他都买给我了 我不能说 我让他退回去吧 得一万多吧 一万多吧 一遍就买啊 那他给我买了 我不能说 那你送给别人吧 那为什么不可以说不要呢 男生女生啊 男生 为什么送给你啊 因为我们两世 是关系比较好 都是同事嘛 然后就有一次 我在办公室 我也说过 就这包挺好看的 然后他就是 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了我 就你随口说一句 这包好看 你的一个好朋友 就花一万多送你这包 那他什么心思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没电影 你不知道 不是 那他的心思 我不能控制 对吧 那你知道 没让你控制啊 他什么心思啊 可能是对我有好感吧 那他是没说出口 所以我也没法 我也不好说 那他 人家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知道 他们总经常出去玩 经常发对朋友圈 有时候还问我 说你俩是不是 怎么怎么样了 你俩别人怎么看我 那不还是因为 最近咱们经常吵架吗 那吵架我指定伤心呢 我就是想在朋友圈 发泄一下 我就觉得你变了 我就觉得我没变 好好好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 QB特问卷 小伙子你觉得 如果一个人穷 家里穷 什么品质最要不得 自卑吧 你是个自卑的人吗 肯定是有 你说那时候被别人甩着 我后来我都有点绝望了 所以说一开始 也没跟他说 你说的答案 跟我脑海中想象的一样 最可怕的就是 自己瞧不起自己 认为自己家 穷是件丢人的事情 不管你的前任女朋友 甩你什么原因 你受了多大的伤害 你就是你 你不可能夸杂一下 变成另外一个人 因为前面有人甩了我 所以造成我自己 嫌贫爱妇 我嫌弃自己的背景 嫌弃自己家的那条件 讨厌自己的人 没有人会喜欢 如果你没有贤贫的这份心 为什么要推他隐瞒 隐瞒的结果是什么 用谎言遮盖谎言 得到的最终是谎言 你用欺骗赢得的感情 最后可能失败于欺骗 自卑的人不可 你现在对他的种种要求 你变心了 你怎么怎么样 我一说了真实情况 你就嫌贫爱妇了 还是自卑 如果你不自卑的话 我家里是这样 对不起原来我撒谎了 将来我会努力 你如果愿意爱我 我会对你好 我很爱你 如果你想离开我 你想去找条件更好的人 我给你自由 但我希望你给我机会 这是一个不自卑的人 面对这份感情正常的态度 而你呢 依然自卑 喋喋不休 抱怨 这反而让人瞧不起 收起自卑的那些东西 尽量别让别人看不起 反过来女孩 咱们都成年人了 一点都不傻 一个男性 送自己一个一万多块钱的包 不知道什么意思 知道什么意思 还接受 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有点意思 既然心里有点意思 就别不好意思 因为你有点意思了 还假装不好意思 对他来说 就特别不够意思 我觉得是内男的有意思 但我没意思 你没意思 拿别人一万多块钱 东西 你好意思 礼尚往来 那我也请他吃饭了呀 你这样的朋友 多介绍我认识几个 我也不好意思 意思意思 别骗人了 我说他骗了你 你不也在骗他吗 谎言 用谎言对待谎言 到现在两人都在说谎 都是谎言 如果真的对他 或他的家庭有介意 就平直白地告诉他 对那个条件比较好的男生 有好感 也直白地接受他 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觉得 既然原来是谎言 你也不要拿这个谎言 作为分手的借口 想在一起就在一起 不喜欢 瞧不上 就算了 好合好散 别到最后 你这边黏黏咕咕 外面还勾勾搭搭 然后弄得他 挨挨怨怨 哭哭啼啼 有意思吗 没意思 特别没意思 我就这个意思 谢谢马老师的意思 姑娘 你那样做 我觉得有点欠考虑 人要自尊 有的东西可以要 有的东西是不可以要的 你有选择爱情的权利 你可以跟他分手 你可以追求任何人 都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你们俩 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你还是要拎拎清楚 小伙子 家里穷不是缺点 没关系 你有一双手 你大学毕业 你应该靠你自己的努力 创造更好的人生 可以让自己更强大 你把你自己武装得 更好的时候 我相信有更多的 更美好的姑娘 一定会来找你的 撒谎是最不好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能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人生 可以勇敢地告诉他 我就是这样的 这一份爱情是纯真的 靠撒谎骗来的这种爱情 不可能长久 把你自己做棒了 一定会有美好的 新的爱情 希望你们有自己 最好的选择 好 谢谢 谢谢红老师 小伙子 你这么努力地花钱为他 我想问你 你的父母 这么含辛茹苦地 供你大学毕业 然后有工作了 你给他们做了什么 没有 你忘本了 你不知道感恩 或者说你根本不知道 感情应该怎么去付出 应该把这些钱 自己要攒下来 给家里寄一寄 让他们有新闻 这种方式 给到了女朋友 错了 你养成了 他说 你就有这么多的实力 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但突然有一天发现 你给不了 完全是你在 打肿脸充胖子的时候 他就看不上你这个瘦子了 他会觉得有落差了 你应该让他知道 你值得让他爱的那点是什么 你的勤奋 你的专一 你的责任 而女孩呢 我相信你啊 对那个宋女包啊 给你花的那男士 一定是没有感情的 因为你知道 他们比不上他 他们仅仅比他强的就是钱 但那个钱不是你看中的 但是是你喜欢的 所以你才接受了 那么贵重的礼物 但是你没有离开他 但是你这么做 就拿马老师话说 就很没有意思 把东西还给对方 或者你要用了的话 把钱给人家 用自己钱给人家 如果你真是认清楚 他是你真正值得去爱的人 就要对他好 对他负责 好吗 谢谢 谢谢曲总 初老师 他要是一辈子就这样呢 就这么穷 你要跟他在一起吗 在一起 真能在一起 但是他勤奋 那你在接受别人 一万块钱包的时候 可曾想到 当你把那个包背上的时候 给他带来的是多少的凌辱 你想过吗 没想过 所以我说什么人呢 就招什么人 一个自卑而又虚荣的男人 注定会招一个虚荣的女人 你一开始说 因为你没钱 所以有些人瞧不起你 但我想说 只因为贫富的差别 而瞧不起一个人的那些人 本身眼睛是瞎了 你明明知道 钱贫爱夫是错误的 你还错误的 去拼命地讨好那种虚荣的人 你明明知道 当哪一天你维持不了了 就即便是因为你打工 你也给他买不起江水 买不起包包 维持不了他想要的物质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翻脸 你明明知道 但你还在努力地维持 直到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说男人可以穷 可以没本事 但不能没骨气 没骨气的话 就一切都完了 天天捧着那两张钞票 仰着头去买自己所谓的爱情 如果爱情可以买得来的话 一定会被更高的价格所买走 那叫欲赫难填 我问你啊 你接受那一万块钱的包的时候 那些没有一点增长 这一万块钱毕竟不是小数目 即便你也请他吃个饭 吃个饭了不起几百块钱 你不觉得有点烧手 你怎么能接受得下来呢 说实话 我当时真的没有考虑那么多 不是没有考虑 是在那一刹那 虚荣掩盖了一切 就是想得到 所以你没有想别的 话上再说 其实如果你要是真的爱这个男人的话 当他把所有的谎言都抖了出来的时候 你应该是两种复杂的情绪 胶着在一块 一方面是愤怒 因为你欺骗了我 一方面是心疼 因为他在努力地维持着他表面上的面子 他确实虚荣 但是他没有吃软饭 他没有靠别的 他打很多份工来维持这 所以既让人可恨 又让人心疼 这应该是作为一个爱人真正的感想 你没有 我分明从你的脸中是看出了嫌弃 但是你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虚荣 你还是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有一点点 要不然的话 不会刚才哭的眼泪也出来了 鼻涕也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要真谈恋爱 不是游戏 那就不要端着所谓的面子 一时一二时二 彼此在一块 两个人能够奋斗到什么地步 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如若不能 你是真的 就是喜欢虚荣的生活的人 那你就找那样的日子去 但别糟蹭他 好吧 有真情就坚持一点真情 要是没有真情 也别矫情 对不对 大体在这个世界上 面对家庭 面对生活的时候 最不能要的是谎言和虚伪 最终你们自己去选择 生活是你们自己的 不是我们的 下面珍惜这宝贵的时间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知道一开始骗你 是我不对 但咱们经过交往这一年半 我是真的有点舍不得这段感情 你知道吗 要我也不能实施 故意去骗你 会隐瞒那段时间 我觉得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就是不应该 不应该和同事搞得那么暧昧 然后让你看着心疼 不管咱们以后就是 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吧 我觉得这确实是我的问题 我以后一定会改 其实那时候 你其实也挺纠结这些事 我知道这阵对你的态度 也挺不好的 我希望你能原谅 我对你做不对的地方吧 谢谢大家 还有一次选择帮助的机会 是你要还是你要 我要吧 你要吧 对 来我们有三种方式 你看一下 A 寻求现场观众的帮助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再一次地求教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C吧 再一次地求助图余老师 是吧 来吧 图老师 从今天开始 去了所有的伪装 把一切真实的情况浮于水面 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人 该怎么跟父母交代 怎么跟父母交代 如果他要是愿意 可以等他一段时间 去告诉他父母真实的情况 如若真是有意而为之 你还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虚荣 好不好 海长 谢谢图老师 来 两位交换一下箱子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一起来数五个数 五 五 四 三 一 七 请开门 我们要是在一起双双请给包的朋友吃个饭把包还给他 来 站在这儿来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为我们牵手的嘉宾朋友 提供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基金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好吗 来 你好吗 你好吗 开始 停 不错 恭喜1500元的旅游基金 下面我们就要请出 我们的小花童了 来 请开门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何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把这个戒指给那个叔叔 谢谢您 好 好了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 见证这对年轻人的 浪漫的时刻吧 我知道之前骗了你 怎么不对 刚才老师们跟我说了 我以后肯定会 好好地做活个自己 再来交往什么时间了 嫁给我吧 这个可以抱下去啊 太沉了 别抱了 元宵姐嘛 就跟抱个元宵一样 好吧 好 还不开门 这一看就身体好 身体好 刚夸的 你看这孩子 谢谢大家 好了 再见 还真是元宵节 两队都团圆了 也希望今年一年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家庭里面都是团团圆圆的 下面的时间 我们一起进入到 老徒有话说 天天圈上头的一位用户 叫浮夸提问 说21岁 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 比我大五岁的男友 交往只是每天微信上聊天 男友从来不主动联系 这样持续了三个月 后来男朋友说 说压根对我就没有过 心动的感觉 要和我分手 可是我付出了我的真心 特别难受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图老师 求而得 往往求而不得 求而不得 往往又偏要求得 剃头探子 一头热的事情 最后往往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我的意见是 顺其自然 往往上赶着 不是买卖 我们的节目是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 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 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传递